近年以来,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持续紧张,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,澳大利亚铁了心地站队美国,不仅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指责和抹黑中国,还在武器建设上针对中国企业,甚至还进入美日印澳四国对话,澳方的一系列污蔑和越界,已经影响到了两国的贸易往来。 澳大利亚是农产品和资源大国,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,包括大小麦、牛羊肉、葡萄酒、煤炭、铁矿石、木制品等等。 然而,在中澳关系恶化之后,中国已经在澳大利亚的大麦、葡萄酒、牛肉等做出惩罚。 而据澳媒的最新消息,澳大利亚棉花也面临被禁窘境。 据悉尼先驱晨报10月16日报道,澳两家棉花行业协会当天发表声明称,得知中国有关部门近来已阻止国内纺织厂使用澳棉,该行业对此感到失望。 正与澳政府合作,了解有关事态发展。 澳大利亚联邦农业部长大卫·利特尔普鲁发布声明称,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官方消息,尽管中国并没有对此消息做出正式回应,但是澳大利亚方面显然紧张了。 对此,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·博明汉,在当地时间16日紧急发表声明表达了他的担忧,并称会向中方积极寻求更多信息。 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对中澳贸易持悲观态度,澳媒还据此疯狂脑补称, 此前中国对澳商品的许多贸易措施都没有官方确认或说明,或许正在发动一场影子贸易战。 得到这个消息后,澳棉行业正准备应对或将到来的毁灭性打击。 在过去数十年,澳大利亚一直都向中国出口棉花,而且澳大利亚棉花是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农作物之一。 在季节条件良好的情况下,澳大利亚每年的棉花出口额可高达25亿美元,其中一大部分收入都是来自中国。 中国棉花网10月15号消息称,今年截至8月底,澳大利亚已累计出口37.37万包棉花,中国买家包揽了其中91%的订单。 如果中国真的对澳大利亚棉花下手,该国的棉花产业或许会因此受到巨大冲击。 尽管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,各国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。 华尔街日报曾指出,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低迷中逆增长,增加了在全球经济上的重要性。 中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出口国,对澳洲经济发挥着巨大的影响。 目前澳大利亚经济正陷入29年以来的首次衰退,这种时候与中国交恶,只会让该国经济更加一蹶不振。